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委新班子今天顺利诞生 10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 当中有4位新面孔 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开启期第三个任期 他又怎样介绍其余6位常委呢 蔡奇同志 丁薛祥同志 李希同志 他们六位里头呢 赵乐际 王沪宁同志 都是19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他同志呢 都是19届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大家呢也都比较了解 新班子有新征程 习近平同新一届领导层将如何带领国家 习近平又强调 新征程要弘弱全人类共同价值 只要共行天下大道 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 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 中国发展敌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按照习近平读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 排首位的是新入常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他在中共19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曾于今年6月底带领上海打赢疫情保卫战 外界预料将于明年3月 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今年65岁的赵乐际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原担任中纪委书记的他于本届排名更靠前 预料明年3月将接替栗战书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同样获得连任的还有曾在中共最高智囊机构 中央政策研究室担任主任18年 现年67岁的王沪领 他在习近平的文胆 也是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连续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要赞稿人 本届还有三位新任常委 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在19大时 他并非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后来破格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在本届入常 现年60岁的丁薛祥 在中共19大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被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大内总管 也是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 最后是现年66岁的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于19大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20大进身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并确定接替赵乐际担任中纪委书记